爸爸 爸爸 孩子們一早起 不見爸爸身影 嚎頭大哭 大陸親子真人秀 新關卡就是請父親們 穿孩子睡夢中藏身 讓小朋友們闖關找爸爸 爸爸 你幫我去找爸爸嗎 寶貝們踏上尋爸之旅 但第一關就困難重重 當中年僅三歲 個頭最小的崔雅涵 為了找到實習爸爸董立 更是不惜雙膝跪地 四肢爬著上屎梯 爸爸我馬上就把你解救出來放胸 好的寶貝我等你 我堅持住啊 爸爸我愛你 寶貝我也愛你 看到他哭了我就心裡很痛 因為他這麼渴望去救我 自己有點眼眶濕濕的感覺 過了一關 但眼前的董立爸爸 卻被變成一棵大樹 崔雅涵忍不住放神大哭 除此漸漸地噴著那一下 就感覺到兩個人像 心靈交通的感覺 雖然只是兩個時候 這樣交通 感覺是真的自己的孩子一樣 陳雅涵不捨淚崩 讓在樹後頭的董立 也動容 默默失淚 假想婦女超有愛的互動 讓兩人名字一度登上微博熱搜 成了節目新看點 記者林英偉 林恩如 台北報導